大家好, 我是Data 今日要介紹深圳最成功的商場, COCO PARK購物中心 COCO PARK應該大家都有所認識, 有不少人都應該去過 如果說COCO PARK是最成功的商場, 應該沒什麼人反對 因為COCO PARK長年累月, 都是人氣十足 同時間亦是深圳的潮流指標 既有名又有利, 還有影響力 是深圳商場最大的勝利者 在正式介紹之前, 我們會先講一講如何去COCO PARK 我們由福田口岸坐地鐵, 去到匯戰中心站 之後轉1號線, 坐多一個站到購物公園站 然後由C出口出閘, 上扶手電梯, 見到COCO PARK的B1層 行錯機會接近零 到商場後, 直行見到KFC KFC附近有一條電梯 下一層是一個休息區, 大家行到累時就可以去休息一下 休息區亦有Locker服務, 不過不是免費 有1小時1元, 都很便宜 COCO PARK在2006年9月31日開張, 差不多有12年 其實COCO PARK一直都是人氣鼎盛 江湖地位只可以有萬象城來比美 COCO的C字是Creative創意, 而O字是Original, 原創 COCO PARK其實是一個有創意的原創商場 其實COCO PARK不算好大, 商場面積大約8.5萬平方米 但感覺上COCO PARK比中心城大很多 可能是因為它有一個露天廣場 露天廣場是下沉色, 比地面低一層 面積是6000平方米 露天廣場是COCO PARK的靈魂所在 一講到COCO PARK, 自然就會想起露天廣場 好多餐廳都有戶外座位是露天廣場 露天廣場亦有個好大型的城網鎮 冬天的時候露天廣場是接近完美 但夏天的時候, 廣場會好曬, 和好熱 但無論如何,COCO PARK的露天廣場 都是深圳商場的最佳示範 我實在想不到哪一個可以和它比美 最接近它的露天廣場 就是華強北九方中心的露天廣場 但面積小很多 COCO PARK的商場有4層 分別是B1, L1, L2, L3 L3層有好多網紅餐廳 下集吃喝片會詳細介紹 今集會先介紹COCO PARK的玩樂項目 第一項就是西西佛書店 西西佛書店是L1層 它應該是深圳最多分店的書店 好多商場都有它的分店 西西佛書店本身沒問題, 而且裝修得不錯 但這間書店非常多人, 我就不建議大家去看書 因為人來人往, 看書的氣氛很差 百老匯是L2層, 它是Burking對面 這間戲院提供5個影院, 總共提供772個座位 百老匯有一個IMAX影院, 它有一塊3層樓高的超大IMAX巨幕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電影 露天廣場L1層, 有一個很大型的城網鎮 有好多小朋友去玩 小朋友的年齡很小, 最小的可能只有4-5歲 雖然年紀這麼小, 但膽識過人, 手腳非常靈活 好輕鬆就完成每一個難關 玩次城網鎮要100元人仔, 一點都不便宜 但都是有好多小朋友去玩 這個城網鎮經營了好多年, 是COCO PARK的長青項目 露天廣場L1層, 除了有大型城網鎮之外 還有一個米兜歡樂王國 對象應該是6歲以下的小朋友 樂園的設備非常簡陋 單次收費要118元人仔, 性價比是0 但在COCO PARK強勁人流之下, 樂園竟然是一個長青項目 力久不須, 你真是催它不漲 L1層還有幾個常見的大型遊戲 分別是非洲獵人, 瘋狂賽車, VR遊戲 40元就玩一次,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試一下 COCO PARK的玩樂片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就會介紹吃喝片, 敬請留意 最後, 如果大家覺得段片係有用的話 麻煩大家幫手點一下讚,留言及Share比朋友 多謝各位